也许是造的杀孽太重 朱眼张的眼睛突然瞎了 自知大县将至的他 将最后的一丝温柔全给了 李善长幸存的侄孙女 一个叫清儿的小女孩 就在他享受难得的一丝天伦之乐时 小清儿突然问道 为了满足清儿的好奇心 朱眼张让画师给自己画像 尽量清儿看了后童言无忌 画师当时那个紧张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好在此时的朱眼张 杀起一位小清儿画解大半 故而允许他再画一幅 但若是再稍有浮夸 两日过后 画师战战兢兢的递上了 第二幅朱眼张的画像 本以为总算能交差了 怎料清儿的一番话 又一次让他汗流浃背 画师顿时双腿一软 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以为这下九足完了 第一幅画把爷爷画了 太好了 第二个画把爷爷画太凶了 朱眼张听完哈哈大笑 放牛娃出身的他 深知小民百姓的不义 所以自大座上皇位以来 他颁布了诸多利民的政策 使他成为了历朝历代 对百姓最好的皇帝之一 因此这是别人看到的 他亲和仁慈的一面 但对贪官污吏 他是深恶痛绝 当杀则杀毫不手软 因此这是别人看到的 他凶狠残暴的一面 所以在朱眼张的心里 这两幅画啊都是爷爷 画师听完这才如实重复 在画师画像不久之后 朱眼张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弥留之际 他躺在偌大的楼榻上 在大殿门前整整的晒了一天的太阳 随着夕阳夕下温度越来越低 感受到异样的朱眼张 便问身边的太监 太阳呢 太阳呢 得知已是夕阳夕下 夜生要强的朱眼张 把太阳看成是大明的光辉 所以下了最后一道旨意 叫他站下 叫太阳站下 站下 周围的太监们惊呆了 因为谁都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命令太阳 即使是皇帝也做不到的事 可是谁也不敢说 只能传指让太阳站下 然后回话说 太阳真的站住了 站哪儿了 太监看看夕阳灵机一动 在西峡山上 不动了 朱眼张嘴里嘟囔着 日出自尽 日落西峡 手中的玉如玉摔落在地 趁着停步的夕阳就此驾崩 一代帝王从此陨落 可他哪里知道 他死后仅仅四年 这轮夕阳就彻底落下 直至静难之夜结束 新的太阳才然然升起 纵观朱眼张的一生 从开局一个丸到结局一个国 他创造了太多太多的传奇 广基梁缓成王 攻灭陈汉统一江南 建立大明武征北渊 制定律法中央集权 与民休息兴修水利 使得破碎的山河 迅速进入安定繁荣的局面 不仅开创了大明朝 近三百年的一统局面 甚至还一度影响了 清朝上半年的政治经济格局 但他刚毕雄才过度杀戮 使得他晚年的执政 饱受争议 是非功过 只待后人评说 各位看官老爷们 截至此时 朱元璋大结局 就为您解说完了 下一部历史大剧 咱们不见不散 嗨 嗨 亏